MING PAISER 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拍完直播 剛剛我們做了幾點了 剛剛我們做了3點 好可怕 催水了4個小時 要多謝我拍檔阿K 大家有時間可以聽我們的重播 是天马行空radio的灵界征探社 我们逢星期六的11点都会做直播 所以下个星期六 我本身的听众和朋友 都可以过来光顾一下 天马行空radio这个灵界征探社的节目 好了,那我们继续回来 Mail式天气报告 今天是2022年2月27号 星期日凌晨4点25分 现在温度是13.9度 相对湿度91% 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 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 早上清凉 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 新界再低几度 日间干燥 最高气温约21度 吹微风 渐渐吹和缓的东风 只望随后扫天 短暂时间有阳光 日间和暖 早晚也有一两阵薄霧 接着是九天的天气预报 月27号星期日 天晴15-21度 28号星期一 阴天16-21度 3月1号星期二 阴天18-22度 3月2号星期三 阴天17-22度 3月3号星期四 阴天17-20度 3月4号星期五 又薄霧 18-22度 5号星期六 又薄霧 18-22度 3月6号星期日 16-19度 阴天 3月7号星期一 阴天 也是霧天 有时出下太阳 差不多整个星期都是这样 我终于做好肉室的三盏灯了 其实已经坏了很久了 但是又要去訂燈 然後又發覺原來剝了出來 它是要那些 就是那些砧肉 是不是叫砧肉 又要出去買 所以遲遲我都放下了 還沒換 然後剛才終於都換好了 我浴室終於都光亮了 然後我姐姐說 終於都可以看到老泥 身體擦出來的老泥 我記得我上一次幾年前 都是做浴室的燈 但是我當時竟然忘記了 山的總掣 但是呢 真的很幸運 我當時 無論弄了那麼久 弄了多少東西都好 我都是這樣巧 沒有碰到那條電線上 然後最後為什麼我會發現這件事呢 就是最後 好了 我把兩條電線放下了 然後我走去不知道拿什麼 然後突然間它們慢慢跌下來 然後兩條電線碰到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整間都跳了大電 那這個經驗 那這個經驗是 很危險 和令我很害怕的 所以 每次之後呢 我會跟自己說一百次 做任何東西 刪種制 記得要刪 其實我當時 還沒做之前 我是記得的 但是我一做 就不知為什麼 忘記做了 唉 太大猛的人呢 真的不適宜做些太危險的事 好啦 那我終於今天都度過了這個危險 我依然都生患啊 其實我都很喜歡 藉著這個Mail 16的報告呢 那又可以和大家聊兩句話啊 好像呢 那個人沒有那麼空虛寂寞 那樣 就是我經常都會 挺享受一個人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的 所以 我都不是一個容易寂寞的人 但是有時候呢 你說每天都 跟一個人說一下 我今天發生什麼事啊 嗯 我今天有些什麼想做啊 我做了些什麼啊 你真的想去跟人分享的時候呢 我發覺 你是未必想到 想跟哪一個分享的 就是很多 顧慮啊 又或者可能覺得 唉 這麼小的事 唉 我還是不要麻煩朋友啦 這樣 沒理由 但是夾子 哈哈 我今天很開心沒了燈 所以 對於我這些 這樣能夠獨處的人來說呢 那如果在這個 小節目之後 可以這樣 聊兩句呢 我覺得 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一件 挺治癒的事來的 那大家是不是聽到我的聲音 好像 整個人的狀態都很精神的嘛 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呢 我每逢星期六 做完那三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的節目之後呢 其實那個腦子是 還沒靜下來的 他還在很快速的走路 想聽啊 又或者什麼題目呢 想我說一下呢 其實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呢 我能力上做得到呢 我都會試一下 玩一下 你知道 我這個小小的網台 其實是沒有什麼限制 沒有什麼框框的 所以呢 多點留言跟我交流啦 告訴我 告訴我 你有什麼 想法啊 或者idea 那我都 可以試一下 和大家一起玩的喔 那現在都四點半啦 所以呢 我都不說那麼久啦 那希望大家 今天都 有一個 輕鬆愉快一點的一天啦 雖然我們 面對著一些 很沉重的新聞 但都希望呢 一切快點平息啦 快點 和平 看見都 好心說的嘛 但是有什麼都做不到 那來到這裡呢 那要和大家說一聲 早安啦 我又要睡覺啦 那聽完片呢 記得就出去幫我Like一下啦 還有訂閱 和分享給朋友聽 好啦 下集再見 Bye Bye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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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y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